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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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张开眼 勇敢在一线间 奇迹的感觉 生命中注定的未见 很危险 我为你失控 每天 微笑那么甜 别满天年 我还耀眼 一颗拉伤心的乌烟 再相信了有美 心想慢慢 被你想摘在这里面 有你每天像晴天 我望着大海寻渊 从我未来连人不回遍 围绕在你之前 守护你的决念 想转随永恒的违言 只为你失陷 欧你所有信念 再慢慢靠近的一些 再爱你 每一只心 What a beautiful man I feel good I need your smile 一颗拉两颗心 重新摘到以后 手提手心点心 我们就能爱了 若果好想去听包 一年融化 传续打开我心房 配我说话 I love you baby You love me baby 原来幸福就是这样 一颗拉的梦想 爱你爱我 正在写些梦想 一颗拉着你静静 守护你的决定 想转随永恒的违言 只为你失陷 欧你所有信念 再慢慢靠近的一些 再爱你 你只信 Hey beautiful 什么 他跑你们公司挑衅去了 要不你还是别去招惹他了 我看这个孙子贝挺厉害的 怕什么呀 你不方便我方便 你放心 我帮你搞定他 你想干吗呀 喂 你好 是孙小姐吗 我是刮到你车的那个雷先生啊 我想跟你聊一下关于索赔的事 你明天有空吗 喂 要是关于车子赔堂的问题 可以找我的秘书 不用再给我打电话了 那可不行 你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我俩得亲自谈 再说的这个事 我感觉我对你非常容易的汇职 要不然我俩一起吃个饭吧 给你吃个饭 就为了几万没钱 吃几万 吃啊 吃啊 吃几万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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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车金子香的呀 几万那么贵 不行 活得已经成了 咱们都把本捞回来 我这个人吧 不喜欢推荐人 要不然你把你助理的名片给我 我回头让我助理把钱给你打过去 我这个人吧 我回头让我助理把钱给你打过去 好 明明拿了还不走 干嘛要走啊 我是这儿的VVIP 我既然来了 我也得见会儿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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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可能为了倪朵呢 哥们是为了你 為了我 嗯 那当然了 你想啊 我只有去勾引这个孙非非 才有可能让她不再纠缠你 還你一品啊您 铃铛 我也顺便可以 臅帅领链出一个潜在的情敌吗 是不是 你不会真的认为 我跟孙飞飞有什么关系吧 我知道你俩没关系 但是 但是不是这个孙小姐 想跟你有关系吗 所以你又必须要防患于未然 把这种第三者插足的可能 彻底扼杀在摇篮里 明白吗 我告诉你你看错了 孙小姐对我真的一点意思也没有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我是个医生 而且还是个妇产科医生 我不光对女人的身体了解 我对女人的思想也很了解 尤其是在爱情方面 任何一个细节都逃过我这双慧眼 知道吗 所以啊 那天孙飞飞看你那个眼神就很有问题 以我六十年的经验 我敢向你打报表 她绝对喜欢你 你好好想想 她当时那个眼神 找找找 她的眼神 你怎么就与我担心 现在你终于明白了吧 为什么迷我会心虚 一个女人如果真心地爱你 那她就会心甘情愿地为你吃醋 信任不是唯一检验爱情的标准 忌妒才是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记得你在韩国跟我说的话 连我那一份照顾好你的我 真的是算赢了 我这份你也吃了吧 我来不及了 上班去了 您好 孙小姐 你好 很冒昧把你约出来 不会觉得我唐突吧 当然不会 既然你跟萧亮是合作关系 那也算得上是我们的共同朋友 朋友出来见面 怎么能算是冒昧呢 如果没有亲眼所见你的那些朋友 也许 我还会把你的话当成一种恭维 敏小姐 派人跟踪我 好玩吗 你可以说我 但是你用不着去诋毁我的朋友 我没有诋毁你的朋友 就算我对萧亮没有意思 你用这种方式挑衅我 我也不能辜负了你 也许不久的将来 萧亮会成为我的男朋友 医生障障礼物 十二号床高龄产妇 加高血压 彩烧结果已经出了 准备抛工产 二二三号床 早产婴儿体重两千五百克 按照早产低体重儿的 互虑标准行护理 可是我们人手紧张 能不能 不能 我知道两千五百克是临界标准 但是早产而机能比较差 更能掉以轻心 我们的工作 不仅要追求完成 还要追求完美 怎么了 这种带有方医生特色的话 从您雷医生嘴里说出来 会有个人魅力 方医生 今天的快递 谢谢啊 这都三天了 您朋友啊 真有心 您这朋友啊 挺有趣的 他说送快递的 必须是个帅小伙 所以我就来了 您挺符合标准的 辛苦了啊 谢谢啊 方医生 好有心啊 我记得前天是纸杯蛋糕 昨天是翻糖蛋糕 今天是蒸面膜 一定是追求者吧 这个人挺会选礼物的 方医生 她是谁啊 匿名的 这送你们了 太棒了 谢谢方医生 留着用吧 就她看着卡片的眼神 我敢拿六十年恋爱经验打包票 她又清光了 你还没拨打包票 我还没有说 你只会让你一拨打包票 我还没有拨打包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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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还没有拨打包票 就彻底被你车伏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好吗 我很后悔 当初那么伤害你 文心 早 今天的蛋糕是你喜欢的巧克力蛋糕 我希望你能够喜欢 文心 可不可以给我一次机会 来弥补我当年对你的伤害 我喜欢你 见个面好吗 爱你的俊伟 诶 更衣室灯坏了 怎么灯坏了呢 对不起 看你这点啊你 走 干嘛你 病吧 方医生 你这什么情况啊 怎么这谁打扮啊 怎么了 我不就 我不就化个妆嘛 那你平时见那些女孩 不能浓妆淹没呢 你怎么大惊小怪 浓妆有浓妆的化妆啊 可是您现在这情况 已经完全超越了化妆的范畴 你知道吗 你这是伪装 你这是伪装 怎么着 你要见的是人还是鬼啊 是 如果是人的话 他口分真的太重了 我说你这是角色不累呢 你角色是谁啊 我代表月亮消灭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呢 我没笑啊 我告诉你啊 我去见谁是我的隐私 用不着你管 走了 别别别 我觉着你了 现在你来看一下 你现在那个妆 我不需要看 我来不及了 那你看看 你先再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 看就看 有什么料不及啊 别动 别动 雷医生 你怎么还没走呀 那边有个病人 应该怎么有个病人呢 没有病人呀 走到那儿 你看看有没有 刚刚还在那儿呢 没有啊 雷医生 没有啊 这是谁啊 好奇怪啊 这是谁啊 我哥 哥们儿穿这样吗 我哥们儿就好几口 喜欢穿个裙子什么的 雷医生 你好奇怪 不会是女朋友吧 什么女朋友 顶多也就是男朋友 来来 赶紧给忙去 快去 来 谢谢啊 刚才谢谢你啊 要让他们看见 我刚才那个样子 我真不知道 该怎么会客室工作了 我今天这个样子 你不好奇吗 为什么你都不问我呀 那行 那既然方医生 都那么坦诚了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其实今天呢 本来你要去见一个 非常重要的人 想让他看到你最好的一面 可是没想到化妆 化到一半突然灯灭了 于是就把这妆给化忙了 对不对 我 我是 我是 因为之前我对你有那么一点反感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打听了一下 关于你过去的事 没别的意思 其实上大学那会儿吧 我挺自闭的 也不爱交朋友 所以那些男孩自然也不会喜欢我 可是直到上大三那一年 我忽然就喜欢着另一个男生 他是跟我同机同系的 各自高高的 白白的 而且学习成绩也特别好 我当时真的就觉得 他就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一半 于是我就下定决心 在他过生日那天跟他表白 你知道吗 我当时还亲自为他做了一个 芝士的大蛋糕吗 什么什么字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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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记得那天 我站在他家门口的时候 我当时紧张的 连句话都说不清楚 而且浑身发抖 可是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他说 嗯 这么脏兮兮的东西 也就你这个胖子能做出来 那个时候 你是个胖子 二百多斤呢 我是一个胖子 是不是胖子就没有权利去 喜欢别人呀 难道就只能一直这么 我胖子都活着吗 为什么 我还是没有一个人会喜欢我呢 难道一个人的外表和人吗 就真的那么重要 可以主宰一个人的一生吗 放心吧 有我呢 我能理解 谢谢 谢谢 干吗 他写给我的 你是给我看的 合适吗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他说 他一直忘不了我 过了这么久 我发现喜欢的人还是我 可是我真的不了解男人 我不知道 我到底要不要去见这个 我八年都没有见的暗恋对象 但是我又想让他见到我最完美的营业 于是 就变成你刚才看到那个尴尬的样子 根本就不尴尬 但是我觉得这事怎么有点不靠谱呢 但是我觉得这事怎么有点不靠谱呢 其实我也一直都在犹豫 我到底要不要去见他 来 李医生 你帮我个忙吧 谁啊 走错了吧 走错了吧 没错 你不是高俊伟高先生吗 我是方文西的现任男朋友 现任男朋友 方文西 不是一直都是单身吗 怎么了 我俩谈个恋 还要上新闻啊 方文西是很谨慎的 这点你应该知道 能让我知道那么隐私的事 比如说今天来见你 就说明这事不会有假 是不是 看来 文西现在找男朋友的眼光真的是 高先生 麻烦你说话注意你的言子 不过话说回来 我跟他在一块儿也是因为我那个局长老爸非得错 要是按照我的意思 我告诉你他不是我的菜 你什么意思啊 我就想跟你聊一聊 咱们可以谈谈条件 我身边女的多着事 不缺他这一个 我可以随时让给你 但是 我有什么好处啊 那我又凭什么要相信你呢 我想起来了 这个是你写给他的吧 有回复 他的字你应该认识吧 是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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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此人 坦白地说吧 我的确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找方文西来帮忙 两年前呢 我拿到了美国的工作签证 但是呢我的绿卡一直没有拿下来 你也知道 现在美国的签证已经越来越难弄了 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呢 的确非常紧急 正好呢 前段时间我看到 方文西在国际复产科研讨会上的演讲 她功课的课题 正好是我现在没有功课的难关 这样吧 如果你能看方文西 把她的研究的课题交给我 我也会相应的赴你一些报酬 这样呢我们也不用玩这种 追求男女朋友的过家家的游戏了 你看怎么样 坦白地说 现在的文西的确已经长得不错了 如果换作是以前 我相信就算您爸爸再怎么撮合 你们也不一定会成功的 说那么多渴了吧 说那么多渴了吧 你干嘛呀你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才会喜欢你 你看我给你 高先生高先生 刚才呢你的言行和你的语言 都已经被我录在这个手机上了 如果这个视频发到网上去的话 我就不要想什么移不移民的事 最主要很有可能啊 什么诽谤啊 什么敲诈啊 什么不忠啊 这些屎本子 都会扣在你的脑袋上 还有 你的手 你无名指上那个大夫结婚戒的印度 我早就看出了 骗谁呢 还单身呢 要我是你的话 我就学得很聪明了 从今往后 不会再在我们面前出现 否则的话 我会让你身外面 对 怎么样 可以走了吗 嗯 走吧 对 不好意思 反正你身上已经湿了 是不是 拜拜 快没呢 好 吃这个可以挺好吃的 你可真是够傻的 现在还天真的相信什么爱情 尊爱肯定是有的 只不过不在刚刚的那个禽兽身上 你是怎么发现 他从一开始就是在骗我啊 我来跟你分析一下这个事 如果一个男人真心爱一个女 他肯定会对这个女 一举一动得非常关心 你们之间不是有同学群吗 他要知道你的事 那不很简单吗 而且你这些年一直在借天室 他还天天给你送蛋糕 很明显嘛 这些他根本就没有关注你了 他现在对你是临时暴走角 你说一个能够利用女人感情 去达到自己不可告一目的的男人 不是一关禽兽是什么 看来 我是真太不了解男人了 还有 我刚刚看到他左手无名指上 有一个戴着戒指的印 这很明显嘛 就是戒你之前刚摘下的 为你摘下的 没想到我轻轻这么一套 他就上钩了 贝果 那医生 我发现这方面你很在行啊 开玩笑我情圣 是禽兽吧 有些原则上的问题 你不能瞎说啊 谁禽兽 你说禽兽 他禽兽 行吗 对对对 跟你开玩笑的 不管怎么说 今天我真的要谢谢你 还有 我为我之前对你的态度 跟你道歉 接受 嗨 雷鸣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就是我老跟你说起来的 我的发小米朵 白米朵 这是方文西医生 你就是那个古墓派的小龙女 就是把你制得扶扶提批那个 你不能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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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 别干站着 来来来 赶紧坐下 来 我去给你们亲自烤个串 怎么样 我跟你说啊 今天你们有口福了啊 等着我 我有我的酒 给我 雷董 咱俩的经理还真挺像的啊 只不过你比我幸运多了 找到了那个你值得爱的人 而且 雷医生也对你不离不弃的 没有没有 你别误会啊 雷医名 我们俩之间只是好朋友 没别的 虽然我不懂爱情 但是我还懂点感觉 这么跟你说吧 其实 我跟雷医生认识的时候啊 再到后来的矛盾 到最后的火星撞地球 你知道为什么雷医生 一直都对我那么容忍吗 那是因为雷医生偶然地发现 咱们俩的经理很像 所以她不忍心伤害我 她把我当成了你的影子 你懂啊 你相信我吧 雷医生没有放下了 真的 别走 你不是约了蓝色火焰的负责人吗 怎么只有你 不着急 请坐 好 从明天开始 我们就要对你们公司作资了 好几十亿的项目 难道不能拿出一顿饭的时间来吗 那就要看这顿饭的时间 是跟谁吃 为什么吃 如果是客户 我当然非常荣幸 但如果是想用钱 来买我时间的女人 那她现在就可以死心了 你什么意思 你借着下午约我 又包下整个餐厅 跟你在酒吧里对我做的事情 有区别吗 孙菲菲 我建议你 最好立刻终止这个项目 因为我绝对不会对你有感觉 别浪费时间了 那你跟蜜朵 难道就不是在浪费时间了 小亮 我们这个圈子是有规则的 就算王子选择了灰姑娘 灰姑娘也不一定会变成公主 说不定 还会害王子失去整个王国 那与其这样 为什么王子不再一开始就选择 有同样出身的公主呢 所谓的王国 我在韩国就放弃了 就算再让我离开 我也毫不容易 如果是因为你们出身 我才选择你 你不觉得自己很可悲吗 你凭什么说我是靠出身 我的意思是 我们才是同一种人 你不觉得所有的东西 跑得比我还快 董事长 小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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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突然决定对我们撤资了 董事长 蓝色火焰的负责人也知道了消息 现在要求您立刻给他一个答复 小亮 小董事长 那是怎么回事 你们先出去吧 他们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孙总为什么会决定撤资 爸爸 资金的问题我会想办法解决 蓝色火焰那边我也会尽快答复 只要您再留我一点时间 问题他们为什么撤资 你必须现在就回答我 因为我拒绝了孙醉飞 请他不要因为我而继续真心 你这个逆子 我就知道为了那个密度 你迟早会把我的公司 配进去 他还让我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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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去护车 快 爸爸 爸爸 有条铺床的 请你立刻到医院去 董事长怎么了 没时间解决 路上再说吧 怎么样了 爸他到底怎么样了 还在里面抢救呢 怎么会这样 前两天我还一直提醒他 要按时吃药的 药 爸的心脏早就出问题了吗 他怕你担心 就一直让我瞒着你 没告诉你 你怎么敢瞒我 那可是我爸 他就不是我爸了吗 好了好了 都只有时候不要再追这些了 现在最重要的事 就知道 临人手术中出现大出血 医院血库群人当不够 先要临时现血转 你们中谁是欧星血 我是 我是欧星姐 怎么样我能帮上忙吗 好 林子良 护士小姐 我是林子良 来 护士小姐 我想问一下 这我的血健康吗 可不可以用啊 你的血很健康 也给你和病人做了交叉配血实验 适合给病人做备用血液 不过按照规定 我们还是得询问一下 您和病人之间的关系 我是他的儿子 你是他儿子 你这不是显示你姓林吗 你怎么不早说呀 直系血清之间是不可以血血的 不过我这鉴定里边病人是AB型血 怎么你会是O型血呢 不可能啊 病人怎么会有O型血的啊 护士小姐 护士小姐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AB型型的父母 不可能有O型血的孩子呀 我不是弄错了吗 不好意思啊 我在忙了 不好意思啊 我在忙了 好 医生 我爸怎么样了 手术记忆得很成功 不过病人目前的情况还不够问题 还请你们安心地等待 好 谢谢 谢谢 既然现在手术已经成功了 证明董事长已经平安无事 你不要再担心了 都怪我之前太草率 如果不是我得罪孙菲菲的父亲 也不会害我爸受到这么大刺激 小总 公司已经知道董事长做手术的事了 现在公司全都乱套了 几个大股东等着您开会呢 沈总长您立刻回去 秦宇 我要留在医院等我爸醒来 其他的事情以后呢 小总 沈总那边已经顶不住了 现在的问题只有您才能解决 您就算是为了董事长 您也得先把公司给挽住吧 不可能的 我不是我爸的 我爸的儿子 不可能的 爸 你快醒过来吧 老天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这是对我的考验 还是对您的考验 我到底该怎么办 老天 快醒过来吧 快醒过来吧 你怎么来了 夏朗她说 她要回公司处理一些事情 等一下她就会回来 那什么 多了吧 我出去买点吃的 不用了 你想要吃什么东西 我出去帮你买吧 你留下来好好陪陪董事长 会儿 她呢 也不回来 你不回来 我到外面啊 这帮她疑问 说得真扼意 你为什么还没有 你为什么要做 结果 你不是我们ica 谁是买了 这边你 听见没有 子凉 你爸爸出什么事了 没事 蜜杜已经找人给他治疗了 他怎么在哪儿啊 我得赶紧去医院 妈 你怎么在哪儿啊 你说话告诉我 躺在医院的那个人 他到底是不是我爸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不是你爸 那是谁 这是医院的宴席报告班 妈 你看清楚 我第一次知道 我爸是AB型写 我是O型写的 我根本就不可能 是我爸的亲生儿子 妈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这么多年 妈 妈 儿子 你听妈解释 你的亲生爸爸什么都没有 如果我们俩跟了他 我们这辈子就全毁了 全毁了 等你这么说来 我不是我爸的亲生儿子 我就是一个没人要的野种 儿子 你不能这么说 妈辛辛苦苦瞒着这么多人 就是要给你个堂堂正正的身份 别人说咱不管 你可不能这么想啊 堂堂正正的身份 我活在这个家这么长时间 有一天是活得堂堂正正的吗 以前 我爸他不认我 我们俩就像佣人一样 在这儿生活着 生怕有一天被赶出去 姐姐 现在他认我 我好不容易有一个爸 有一个像样的家 但是结果呢 就是个野种 是个没人要的野种 不是 儿子 你不是野种 你是妈的心头肉 你是妈的心头肉 妖怪 今天妈没用 妈让你生了这么多年的孤儿子 你曾经以为我的家 原来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 妈 季老师 夫玩枅 甄香 妈 我为什么不是爸爸亲生呢 你听我说 a 叔姨 你 你必须夜儿 我要熄亚 你不认识 ulya 瓜 没有人知道你的身份 还有财产 财产 你现在要把属于你的东西夺过来 属于我的东西 儿子 为什么一定要我做个坏人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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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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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时间一解开了解答 我依然是你的朋友